其實這24天的行程中 要感謝很多人 首先我要感謝我家人 因為一開始他們是挺不想我去的 因為都擔心我們的安全問題 最後都給了我去 很感謝他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可能每天都會繼續看我們的更新 其實心裡都很擔心我們 都盡量表達到他們有多鼓勵我 然後多謝我女朋友 可能沿途有低沉的時候 有跑到意志消沉的時候 她都會鼓勵我 最後可能我們要多謝我們在台灣 認識到的所有朋友 無論是在路上見過一面也好 或者在住宿地方 我們照顧了兩三天 因為打風的關係 又影響到行程 她都不斷給了很多意見 幫了我們很多 還有一些旅館老闆還很好人地 收少我們幾百台幣 鼓勵我們 鼓勵我們 鼓勵我們真的非常感恩 因為預算不是很多 所以這樣 我呢 都要多謝家人 給我一個機會 這樣 還有 我最想多謝就是我的朋友 肥勵 還有法國 還有周家衛 還有 每一晚呢 當我好掛著家 好掛著香港的時候 我都有打電話給你們 大家一起聊聊天 聊聊無聊事也好 都非常之開心 另外很多謝我一個中學的羅sir 很多謝你這麼關心我們這個旅程 有打風 第一時間通知我們 又說 台灣打風比較危險 完全不是香港那一回事 總之有很多經驗上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的 是 很多謝台灣方面的人 和香港方面的人 都要很多謝 四個月 也有很多 每一天都要來拍攝 小雅 你來拍攝 六個月 兩會 三會